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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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区队杯赴于曼城后 英超首轮开打前他主动认诵 赛里说 当下 我们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潜力 计前赛 怎么说呢 有点不寻常吧 所以现在我们还没调整之巅峰状态 我希望能在一两个月内 充分发挥球队的潜力 我希望先赛季下半程 我们能拿到足够多积分 上半程 我已经预料到会出一些问题 成绩方面的 或许上半程球队表现无法匹配球队潜力 管理曾清楚这一点 他们心里有数 切尔西新帅还抱怨下季赛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完全改变下季赛程 我七月中旬才来 所以问题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我必须接受它 但我认为在未来 可以将下季赛程变得更好 我认为完美的季前赛计划并不完全和俱乐部的计划替合 所以我们有必要做出妥协 今下方间盛传阿扎尔将转会 萨里比堂阿扎尔的合同 我的工作在场上 使球员们竞技方面得到提高 我的工作失去赢得比赛 并非全下新合同 但我需要乐意留在球队的球员 所以我认为阿扎尔是清新约问题不大 最后 萨里对比切尔西和纳布勒斯 在纳布勒斯 我们的速度非常快 向前向后传球有一定持续性 前锋们的速度很快 切尔西的速度则不太一样 速度可能是进攻方面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以另一个速率比赛 可能进球就不是问题了 但当下 我们球队的速度还是个问题 牛牛 完整的速度才会